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以女性视角讲述 疯狂又荒唐的少女成长经历电影《疯鸟》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这部影片细腻绵长 耐心看到最后你一定不会失望 故事发生于1994年的首尔 女主恩西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家里人经营着一家年糕店 每天天不亮就得开始加工年糕 忙碌了一天的父亲在沙发上睡着了 其他人还在计算今天的收入 帮妈妈买完菜回家的恩西 不停地按着门铃也没有人开门 焦急的她拉着门把手 大声喊着 妈给我开门 不要再开玩笑了 可依旧没有人回应 这时恩西抬头看见了门牌号 才尴尬的发现是自己走错了楼层 回到自己家门口 这次按了一下门铃 妈妈就出来开了门 跟恩西说着 买回来的菜不是很新鲜 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 在学校成绩也不是很好的恩西 上英文课画着漫画 老师叫她起来读课文 她吞吞吐吐的念着单词 被同学们嘲笑 说她考不上大学 只能当保姆 恩西感到有些难过 但看着男朋友发来的短信 这些悲伤一扫而过 一天的课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去了 放学后 男朋友在校门口等恩西 两人有说有笑的牵手回家 这大概是青春期爱情的美好吧 恩西和男朋友去了一个小隔间 他们出尝了爱情的味道 回到家 恩西还在回味那个吻的美好 却被讨厌的哥哥叫了过来 原来 哥哥发现了恩西早恋 叫他不要给父母丢人 因为恩西说了他一句疯子 他就打了恩西 从这之后 男朋友便没有再联系他 恩西在窗户旁 看见了男友和别的女孩子 在一起说说笑笑 看来恩西是被绿了 本来就无聊的恩西 变成了不良少女 和朋友一起在舞厅蹦迪 学着大人的样子抽烟 魅力无穷的恩西 吸引了小学妹 小学妹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欢 送了恩西一朵玫瑰花 恩西很开心 以为自己又交了一个新朋友 于是和小学妹一起去KTV 一起散步 路上遇到了前男友 恩西被前男友的甜言蜜语迷惑 原谅了他 于是和小学妹渐行渐远 他精心准备了情书 要送给男朋友 可是两人在约会中 被男友的妈妈发现 这段恋情注定无疾而终了 中文课换了新的老师 是一位消瘦而又抽烟的女人金英志 这位老师很不一样 会和他们一起讨论爱好 教女孩子们怎样交朋友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挤人 意思是认识的人很多 但是知心人能有几个呢 女孩们恍然大悟 所谓的友谊是什么 恩西慢慢喜欢上了这个老师 不再像以前一样偷偷吐槽 恩西第一次失恋 来找英智老师倾诉 老师告诉他 世界上是有很多无法理解的事情 不要一味的同情别人 还告诉恩西一个环节郁闷的小技巧 感觉郁闷的时候 就看看自己的手指 每个手指动一动 看似无能为力的是 手指却依然能动 这么神奇 就不会感到难过了 恩西刚打开衣柜的门 就看见了姐姐秀希躲在里面 这时 爸爸走过来 问有没有见到姐姐 恩西熟练的说道 没有 爸爸走后 才将姐姐叫出来 虽然恩西不敢像姐姐一样逃课 但他也对学习 没有一点兴趣 恩西即将面临升学考试 老师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带着他们喊口号 做完这些 还让同学们写出 去KTV早恋的坏学生 无疑恩西在名单中 无从发泄的恩西 和好朋友一起蹦床 抒发心中的不满 还在中文课上 和同学一起吐槽老师 晚上 逃课被发现的姐姐跪在地上 接受父亲唇枪使剑的训斥 此刻 门铃声打断了父亲的责骂 原来是喝醉了的舅舅来了 毫无征兆地说着 妈妈是个聪明的孩子 要不是当初家里太穷 她一定能上最好的大学 在舅舅的语气中 可以看出她有些愧疚 不知索云的一家人 并没有深思舅舅说的话 第二天 恩西看见爸爸穿戴整齐 随着音乐跳舞 她一脸懵地问爸爸去哪 爸爸骗她说 是去打网球 妈妈回来后 看见衣柜里西装不见了 并不想多猜忌什么 就关上了衣柜 睡觉时 姐姐在耳边嘟囔了一句 活着真没劲 似乎一家人都在为了活着而活着 一家人一起吃饭 爸爸在吐槽无理顾客 每个人都各怀心事 并没有听她讲 恩西告诉父母 哥哥打了她 本以为他们会惩罚哥哥 可是只有母亲不痛不痒的一句 你们别再打架了 放学后 同行的女孩摘下口罩 告诉恩西 自己被哥哥打伤了嘴 所以一直戴着口罩 两个女孩大概是因为同病相连 才走到一起的吧 可是因为一件事改变了恩西对朋友的看法 无聊的两个人决定去偷东西寻求刺激 却被店主抓了个现行 恩西的朋友出卖了他 告诉店主他家店铺的位置 可是了解了情况的恩西罢 却让店主送他们去警察局 就挂掉了电话 店主没有办法 只好放他们走 朋友却没有一点愧疚的意思 这让恩西失望 觉得自己交错了朋友 在中文教室里埋头痛哭 老师给恩西泡了乌龙茶安慰他 恩西告诉老师 他回家后会被哥哥打死 老师询问 那你会怎么做 恩西只说 不能反抗 不然会被打得更凶 英智老师没再说别的 只是替恩西担忧 默默地陪着他 恩西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第二天 带着店里的年糕对老师表示感谢 晚上恩西告诉妈妈 自己的耳朵下面长了一个包 妈妈叫他去自己熟悉的医院看病 随后帮妈妈贴膏药时 妈妈告诉恩西 班主任家坊时告诉他 同学们说他是混混 妈妈叮嘱恩西要好好学习 完成妈妈未完成的梦想 恩西没有反驳 也没有同意 他来诊所看病 医生说需要组织检查 没人签同意书 不能打麻药 恩西告诉医生 打电话给妈妈就可以了 家人太忙 没法和他一起来 就这样 恩西独自一人躺在了手术台上 检查的结果并不是很乐观 医生建议恩西妈妈 带他去大医院看看 医院外 恩西叫在台阶上的妈妈 可是妈妈却像没有听见一样 一直望着天空 还没等他去大医院做检查 妈妈突然告诉恩西 舅舅去世了 要他们一起去参加葬礼 前几天还好好的舅舅 突然就去世了 让人措手不及 很晚回来的姐姐 带男朋友来家里玩 叫醒恩西冲水帮他们掩护 不知怎么的就被爸爸发现了 刚进门就听见爸爸的呵斥 妈妈的叫骂 姐姐的哭泣 在争吵中 妈妈用台灯打伤了爸爸 第二天 父母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坐在一起看电视 爸爸带恩西来大医院做检查 是一个瘤需要动手术 有小概率会得面摊 这让一直严肃的爸爸哭了起来 终于恩西体会到了爸爸的爱 在去手术前 出卖恩西的朋友终于出现了 在老师的缓解下 两人宠归于好 恩西收拾好去医院的必需品 给英智老师送去了他想要看的书 临走时 恩西又跑回来抱住了老师 做完手术 虽然还是独自在医院 但是父母尽量抽时间来陪恩西 这让他感受到了父母是爱他的 出院期间 小学妹的探望 英智老师的看望 隔壁阿姨的照顾 都让恩西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 英智老师鼓励恩西 挨打就要反抗 不要一直妥协 恩西说他会的 并和老师拉钩保证 出院后 恩西再来上中文课 发现英智老师已经辞职了 因为校长告诉恩西错误的时间 恩西错过了和英智老师的 最后一面 和校长大吵了一架 因此他被赶出补习班 一家人都在责怪他 还说都是因为他脾气坏 所以才被哥哥打 听到这儿的恩西 再也抑制不住 开始像发了疯一样反驳 一家人冲进来 哥哥气不过给了他一巴掌 爸爸虽然很生气 但也骂了哥哥动手打他 恩西被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打坏了耳膜 医生问他需不需要诊断书 诊断书可以用来做证据 控诉打人者 善良的恩西摇了摇头 新的学期开始了 恩西叫了学妹一声 可是学妹并没有理他 原来喜欢他 已经是上个学期的事情了 恩西再一次感觉 自己被抛弃了 1994年10月21日 著名的圣水大桥坍塌了 有很多乘坐公交车的学生 在此次事件中遇难 恩西哭着打给爸爸 要他给姐姐打电话 确定他是否安全 幸运的是 姐姐由于赖床 没有赶上公交 躲过一劫 哥哥却在饭桌上 失声痛哭了起来 看似无法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人 都在默默关心着彼此 恩西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失联已久的英智老师记的 里面装着上次借给他的书 一封信和一本素描本 这是他们两个共同的爱好 画漫画 恩西按着包裹上的地址 找到了英智老师的家 可是维持已稳 英智老师搭乘了那班公交车 在圣水大桥坍塌的事故中 去世了 恩西来到事故现场 悼念着英智老师 想起了他夹在书里 给自己的信 我们会不断与人相识 与人分享 这个世界既神奇又美丽 恩西会在成长的过程中 慢慢体会英智老师的话 会将这些看似晦涩难懂的文字 变成青春期的成长经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风鸟》上映于2018年 是一部以女性视角演绎的电影 少女的心细腻而敏感 身边的事琐碎又复杂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故事 又不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故事 在青春时期 不能感知的阵痛 不知会在哪天才缓缓降临 其实这个事件欺骗了我们 少年从来不是最美的年纪 是不得不蜕变 不得不体会成长的过程与代价 但正如影片所说 就算坏事降临 快乐的事情也会一起到来 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人 分享一些事 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 成长的过程既满怀不安 又仿佛一切水波不澜 我们经历过的 痛楚过的 犹豫过的 最终都像流水一般 只是从身边经过 而我们最终都幸运的存活下来 那些悲痛 愤怒 不甘 是生命画在身上 或心里的刻痕 最终成就了这样的 今天的我们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解说 就点关注吧 王帝讲电影 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